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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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欢迎来到《超过澳洲free人生活》 今天我认为一位香港移民澳洲的敬人 就是James 他不是很敬的 对我来说你很敬 那天你那个讲座 我听完之后立即 嘩 厉害 原来这边 其实讲一下他的身份 你讲一下你的身份 我是做人事的 在澳洲 差不多从事了十年 在澳洲做人事 我回来差不多十年 所以我在这方面 会比较多一点经验 又不可以说很厉害 一般你知道在澳洲 上次听完都知道 其实都可以很复杂 所以希望可以在不同的频道 包括在一些社交媒体 又或者在这类型的频道 跟大家多分享 究竟在澳洲做事 有什么需要留意 又或者是有没有一些事情 你不知道 但你有需要知道的事情 我自己觉得 其实香港人 或者叫新移民 过来找东西做 确实其实就是 我听回来 其实都 几多是 负面或者是 不烦恼 第一就是 香港人过来这边找东西做 有什么可以做 或者是可不可以找回自己 在香港的 专业 有很多人说 找不回 等于像去英国移民那些朋友 找不回香港 做那些专业工作 你转行 你不要 想着可以在高薪厚职 做回香港的工作 或者写字楼工 可能就是说 你去做运输 你去做Uber 你去做餐厅 你去做餐厅 我 确实我来到这边 我都见到有些朋友 过来 这边可能 他以前做IT 有些新移民 香港人 他都 转了做Uber 剪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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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一个跟我教车 OK OK 我有朋友 都做IT 做IT 一些security support 他都找了很多工作 他都试过 有些说 结完工去到2nd in 1st in 最后的feedback 就是说 你的Quality太好了 我们请不到你了 他说 上次你也说 你有个人工 有个range 但他拒绝 他的要求就是 不是付钱问题 而是他觉得你的能力太厉害 我请你来 真的浪费了你 我想这个是一个 他刚才说的 有很多香港人 去遇到的问题 这个是真的 有些跟我们分享 因为我除了在公司里面 其实我在公司做人事 另外我也会有不同的 认识不同的 我们叫做recrimination 就是业头公司 有时我也会介绍朋友 或者有其他人都知道 其实我自己认识很多人 所以说 如果有认识有人 会不会介绍我们 也有 有时听起来 是很有趣的 因为我们香港人 我们真的很聪明 太厉害了 我试过去到 有些朋友跟我分享 去到建工 见我那个 说完的东西 一听就知道他说错了 你又不好意思咬他 那你唱就不行了 哈哈哈哈 有几样东西 其实刚才 阿超哥你说得很对 去考虑移民 或者去想 应不应该离开香港 去一个新的地方生活 是有很多东西 我们需要去考虑的 嗯 因为实在有很多东西 你以为自己可以 嗯 去到发现 原来你自己不行 嗯 这个不只是说英国 还是澳洲 总之你离开你自己的本族本宗 嗯 去到一个新的地方 嗯 OK 可能我来过澳洲 七日深渡游 哈哈哈哈 玩的嘛 我觉得很棒 对吧 不如以后来生活吧 那 最初你去到家 嗯 最初那几个月 还是一个 我们说是旅客 是的 我来到 每个东西都新鲜 每天都在吃 好像英国那样 每天都在吃炸鱼薯条 No problem 嗯 再吃三个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你就开始你会出现问题 那 因为你来到的时候很忙的 你要找地方住 可能你来的货柜来到 你要拆箱 接着要摆好些东西 接着小朋友上学 可能你要找学校 嗯 或者在学校去到的时候 要弄这些弄买校服 然后你自己可能要换车牌 然后开始找工作 嗯 开始在附近哪里买菜 唐人超级市场在哪里 原来在Woof要等半价才买菜 即是那类的 你开天慢慢慢慢习惯的时候 糟了 你那些不适应的情绪 就开始出来了 因为你走开那个车的节奏 即拍子 你可能以前是走四拍 原来这边是三拍 即是类似的 三拍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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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得对的 还有一件事 就是说 你要计算过 而且真的不要高估自己 这个其实呢 我们这样说 不是吓大家 不要介意 其实在不同的频道 我都跟另外一些派友仔 都是这样跟大家说的 如果你真的要过来 你计算代价 即是你计算对的数 我能不能够适应到 怎样叫能不能够适应到 你可能真的要乖乖地来 我来几个礼拜 嗯 这个 看看 我是不是真的适应到我的生活 你来几天真的不行的 其实几个礼拜会问 我没有理由叫你来半年的 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工作假期 来两年 或者三年 然后再申请过来澳洲呢 就是因为我工作假期的时候 我在这里三年 三年就很够了 你一定会适应生活的 你一定知道的 行不行就 不行就回家 如果可以的话 所以为什么工作假期 对于年轻人来说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是 一来到你真的体验不到生活 我知道原来在这里 在这里 我是需要用这个生活模式 就不是好像香港那样 的生活模式 生活 对于你来说 是比较 叫做 起码 我预计到 我到时来到 会怎样 明白 这个也是 现在变成了 可能 澳洲政府 或者其他国家 一些外国政府 他都尝试放宽 一些工作签证给别人 好像我们另一个做制片 阿奇 每天过来 就是拿Working Visa 加上读书 但我认为年轻人就可以了 可能到我们这些年纪 有儿有女 真的面对现实 好像这样 好了 我设计了小朋友 读书 甚至乎 车牌 什么都好 你最现实就是什么 要收入 要找工作 那部分又如何处理 或者是香港人 如何能够更容易 进入这个职场 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也是不同媒介 我曾经分享过 首先第一件事 在澳洲 你很需要认清楚 它是一个什么的就业市场 澳洲 其实我们说是一个 labor market 这个 labor market 就是劳工是保障得高于雇主的 所以为什么在澳洲 你经常来不来 阿超哥你可能有留意 罢工 经常被人罚的 哦 罚钱 罚钱 最低工资 什么 出小粮 低小数 或者是 通常都是这些 super 没有给 super 香港叫做强壁金 sorry 强壁金 哈哈哈 澳洲就是奉行 这个最低工资制 但是呢 就跟香港不同 嗯 香港呢 就说20元将来一刀子 是吧 就是最低就是那个level 是的 澳洲就不是的 澳洲就是看你做哪一行 每个职业都有一个所谓的 所谓的框架 又不是每一个 在澳洲 是总共大概 现时是超过100个award 哇 够了 哈哈 每个award 它都有最低工资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如果你是一个 例子 什么技术都没有 譬如我是 一个餐厅 我们叫做餐饮丛业员 低技术 你刚刚入职的时候 就不知是24个多 24个多 如果我们的观众 用港币 即是5、4、25 8、2元 差不多 没扣税 先说吧 扣税 跟香港人差不多 那4分1度 哈哈 澳洲的最低税率 分钟就是香港的最高税率 大家要留意 澳洲有退税机制 我们可以先说 这个我们后面再说 最低工资 最低工资还有标准工时 嗯 标准工时是什么 标准工时就是 你每个礼拜 例如我是说 你做full time 是 你是做38小时 38小时 即是一接 这就是奉行5日制 是 即是5日内 你最多只能够 38.5小时的工作 38小时 是 不是 你是可以超过38小时 如果你是属于时薪制的朋友 你超过38小时 就会计OT 如果你是属于月薪制 或者周薪制 或者双周薪制的朋友 你的雇佣合同 可能会写着 你要做38小时 加reasonable overtime 什么叫reasonable overtime 这个是永远arguable 也不要问我为什么 因为你看Fairwood 它是写着reasonable overtime reasonable 当真的有什么反面要争拗 那就可以很reasonable 当然 讲笑而已 其实你说 我每天都要开三个小时 那当然不行 比如老闆 趕着shipman要出 你的文件要做好 那你当然要做 是 如果我真的做了三四个小时 那这个就不是reasonable overtime 你其实就可以要求 可不可以 给Faulty我 又或者有一个叫time in new 就是计算我做了多少 放多少价给我 这个也是劳工法律里面有写的 看着我一个HR 你就不要觉得HR是熟悉的 因为这里的劳工法律 是复杂到一个活点 其实是有一些专业的HR 法律咨询服务的 都蛮好生意的 但我不明白 譬如每个州 又会有自己一些小分的东西 是 那刚才你说的 这些所谓的劳工问题 又会有一些律师 或者一些公司去帮你 然后反过来 为什么这边 不会像香港的concept 有一个叫劳工署 或者仲裁署 有啊 Fairwork 有啊 Fairwork是仲裁 Fairwork是什么呢 Fairwork其实 不是凭机会 Fairwork就是 如果你在工作上 有任何遇到的问题 雇主雇员 即是不公 不是的 雇主雇员都可以 那你可以去找他 去作出仲裁 或者去作出投诉 例如什么呢 譬如说 我被人解除了 unfair dismissal 或者我觉得我在职场 被人bullying 什么叫bullying呢 霸零呢 就是有些很有趣的例子 例如试过在英国 有个case是bullying 就是什么呢 就是整班同事出去 都不叫你 不叫就不叫 是啊 是啊 但是那个人呢 一次是这样 二次是这样 三次是这样 他就觉得心里面很不舒服 你明白不明白 接着他就去Fairwork 即是英国 告什么呢 告bullying 是 告得入 因为真的不理 就是为什么不叫他吃 我不喜欢叫他吃 不行 那你 其实呢 你就说 你就把那个人 在你公司的体系中 exclude了他 嗯 排除了他 明白 那也不行 所以在这里 很有趣 那当然 是不是每次都入到 每次都被人罚 当然不是 是 很多庭外和解 是吧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如果被人罚 通常都很禁 嗯 通常都很禁 例如 有几个例子 最近 其实 刚刚被人罚了 有几家大家都很熟悉的公司 是 Starbuck 是 之前的 这里有间卖面包 85度 是 再有试过 譬如说7-11 嗯 是很金的 嗯 被人罚了一百万 OK 很久才问得快 人家有这么多间 刚刚也是一间很大单 就是 有意乎unicode uni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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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是缺钱 全部都是缺钱 嗯 就是计错数 但不是特别的 就算New South Wales University 都被人罚了 嗯 就是计错数 为什麽呢 就是他们 没有把part-time 那個 over-time的rate 计划 因为是很複雜的 如果你是雇主 如果你是雇主 你可以回到fairwork 他有个fairwork calculator 你雇完都可以的 你就告诉别人 你是什麽工作 你上班的时间 嗯 接着呢 他就会出到一个表 来告诉你 你的最低工时 在不同的时间 嗯 你应该收多少钱 那 为什麽上次那麽糟糕呢 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 他 每年的audit 他刚巧抽不到的 就没事了 就一起死 那麽视乎呢 我不知道是否幸運 上次有意乎 7年 嗯 只需追索7年 追索7年 即是惯例 是的 那他发觉 咦 错了 那由于是他自己的audit 那时发现 嗯 整个金额 那麽多年 那麽多人呢 4千万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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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多事的 你肯被认错 最多是有些罚款 嗯 如果你是 被他发现 你是特意的 即是有东西隐瞒 有东西隐瞒 那麽便是 那麽便是 那麽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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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談 那麽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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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통 systemic Suzanne 那麽多事 o 什麽多事 我真人想在那麽多事 那麽多事 那麽多事 839元,我想买杯咖啡 收机的? 他说我现在就收工 因为我要清洁 我说3.45分 我说你不买了 他说你是不是不买了? 他说是,我最后的时间就是用来拉扎 他说我收4点 他很友谊的 当然你会觉得很奇怪 但他在他的角度和你闲谈 他说我收4点,我就关闭了 所以为什么对于有些香港的雇主来到 可能他开小店自己做生意 他很不接受这东西 9点回工,你真的9点才到? 对,对于香港的雇主来说 9点回工就是你9点 整整齐齐打 穿好制服,开门 欢迎光辣,不敢过 那些人说9点上班时,我9点走进公司 就是了 那就是了 或者我走进店铺 然后我就去 後面换衣服 可能已经9点12 我才慢慢的开门 结果老师说你不是9点 开门了吗? 我说我9点上班 那你要么就给早点我 给早点我,你就会给钱 是的 在澳洲是很正常的 很多人不会这样看 当然,有些小店就觉得未必是这样做 但这个我们要小心一点 OK 那我说回刚才了 那怎样去仲裁呢? 一般来说 有人会入纸 比如刚才说 惩罚惩罚款那个 其实不是收小钱那个告的 是他旁边的同事看不过眼告的 很差 是的 这样告呢 首先第一件事 他就会问你 拿你数捕看 如果他觉得你真的有心去audit你 他真的是audit你了 有某间很大间的华人的餐厅 例如酒楼、酒家、客酒家 就是被人发现两本数捕 哦 这个其实是很普通的 其实很多的 所有做华人的店铺都有 一本数捕就是我找来补税的 是的 一本数捕就是我真的一本数捕 他就被人发现有两本数捕又罚了 因为你的钱一定是对的 是的 这些就是在澳洲做生意 除非你收到这么买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 如果是我们做人事 我们一般都会建议顾住呢 有些捷径就不要抄了 钱你真的不要付少了 尤其是 如果你是为了移民而开店的 哦 乖乖的 大哥 你真的帮不过我 我说真的 那几年付资流水了 是的 他一发觉 在这方面 这个涉及什么 诚信 你移民最重要是什么 诚信 你有诚信问题 他当然 他立即就会再见 所以这方面 大家真的要很留意 在澳洲最低公司 标准公司 同事的福利 例如20日假 10天的适合 接着还有 现在有个家暴的 有10天的家暴的适合 当然你要不幸地 又要视你家里出现什么问题 需要有证明 那10天就没得 每年1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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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另外 我们说有白市价 如果家里不幸 有人去世 每一场就两天 亦是没得存在的 你唯一可以存在两个 第一个就是你的annual leave 第二个就是你息lif 不同的是什么 annual leave 你可以在这里存 可以这么好吗 其实呢 这些公司希望你每年 就放了 是的 其实是 你不放是有权 有权 很棒 那 Sake leave 就没得存 sorry Sake leave 可以存 不过你辞职 就没得拿回 明白 annual leave 你就存 可以辞职 可以辞职 他计算数 当然没问题 嗯 刚才你说的这些问题 我突然想 香港人 或者移民过来 大多数都是 用100% 或者做生意的 那些 100%就没了 拜拜了 拜拜了 我这期他说不玩 没有 188其实 为什么会 没有了呢 其实有个比较重要的原因 就是188其实未必能带动到澳洲的GDP 哦 188是什么呢 就是我拿一块钱来 放下 做生意 对吧 问题就是你的生意 通常都少生意 是 你的流动性不高 是 还有很多人就是 拿了钱来 坐下 嗯 其实他不能够 虽然就算了 虽然就算了 不能够带动到澳洲的经济增长 是吧 那澳洲其实最重要的是 喂 不是 全球都是 就是很希望你的GDP涨 嗯 那你有个人 你有个 我们叫做职业流动 嗯 你有人做事 上班 能够令到澳洲的经济 能够运转的时候 就当然是 好过我 188 扔够钱来 还有 第二样是什么呢 有什么人扔够钱来得多 是 大家明白了 是 我没讲到你讲 真的没有什么经济贡献 是 好了 就是 作为雇主 或者雇员 我上一份工 或者我聘用了一个人的时候 刚才 其实对我来说 就会有一些压力 或者有一些就是说 我怎样可以很清晰 知道我没有付少钱 也没有付多钱 这个我觉得是公平的 就是没有说偏见 哪一边的 只是说作为雇主 我当我聘用这个人的时候 但是我一间小公司 或者是 不认为一个大公司 有HR也好 或者是有律师团队也好 我真的聘用他 那个人也上班 大家 就是叫做 应得 就是不要欠大家 那会不会有这些东西 是可以 就是 咨询 或者 就是REC 就是可以找得到 澳洲 都是在Fairwork找得到的 刚才我说 有个Pay Calculator 拿出来 你跟着做 跟着给就可以了 留意一样东西 澳洲年年 差不多了 年年都加人工 就是那个 叫做 Minimum Wage 那个Adjust 就会跟通胀 它会有个Suggest的Adjustment 今年是5.5 所以这个大家要留意 回答回来刚才的问题 有什么办法是不会错 其实澳洲是在走一个 叫One Touch Single Touch Payroll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以前 我们去到税季 即是7月 即6月底7月 是的 我们就会收到一份东西 叫做PAYG 那我们拿着那份东西 就可以去税局报税 就是想一下 怎样招钱回来 因为我们这边是先扣 是的 跟香港刚刚倒转的 后回阵 是的 就是政府给你存钱 啊 挺好听 扣多了就给你了 对 扣多了就给你了 那么 你用Single Touch Payroll 其实是要继续的 它就 出粮的时候 其实已经收到你的税 同时 它已经将你的资料 已经跟税务局 就是跟税局 已经是 升了 OK 那么去到税季尾的时候 公司就需要做一些 我们叫做整合 然后你会收到税局 就会传一个信息给你 你可以补税了 你的税务的资料已经齐全了 如果你有MyGov 那你记住把你的MyGov 就跟Centalink 跟Medicare 以及跟税局 是一定要连结的 因为你将这几个东西连结的时候 你会很清楚地知道 第一 你有没有收紧政府的保助 或者如果你是Medicare的时候 如果你的收入是低于某一个 层次 其实你是有一些 可能是牙整牙 或者是医疗的利益 这个也会透过MyGov 告诉你 税务也是一样的 你拿了税局就会知道 第一 你有没有问政府拿钱 第二 你交税的时候 或者你工作 它始终都要你报 不过你拿了就容易一点 这个大家都要留意了 这些人 说明的 我是澳洲的MIHK主持人 我是牛腩超 真心教教主 旁边的是我的小朋友小杂 希望各位可以支持我们的MIHK的營运 能够助养我们的朋友 助养我们的小朋友 助养我们的同事 能够生活下去 不用这么惨 不用哭 好 到你讲英文了 OK Peace Please donate some money to M... No need to tell MIHK I don't know what that's called But it's to his answer Yeah thank you everyone 各位MIHK的观众注意 由2022年1月1日起 岳鱼潭只会上传到MIHK.tv的网站 和Patreon 子公会员收看 每月并会上传不少于10条的影片 如果各位想继续支持岳鱼潭的 可以去下列MIHK.tv的网站付费 和到Patreon注册会员 大家都要留意了